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月12日 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发出严厉警告 如果不停止对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驻军的攻击 将付出沉重代价 阿萨德政府军自上月起对反对派展开最后总攻 期望夺取其最后的据点伊德利普 土耳其在当地的军事观察上也成为目标之一 继2月3日有8名土耳其人在攻击中身亡后 10日叙利亚政府军队当地的攻击 再次导致5名土耳其军人死亡 另有5人重伤 土耳其随即调动F-16战机 与增派至当地的地面部队配合 对叙利亚政府军的上百目标发动了连续三天的打击 土耳其在声明中表示 有51名叙利亚政府军士兵被击毙 在警告叙利亚的同时 土耳其要求俄罗斯停止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 双方为此进行了密集沟通 在8日俄罗斯代表团访问安卡拉之后 土耳其外长国防部长等一行将于近日赴俄罗斯 就续北局势进一步沟通 叙利亚内战持续9年 蓄土边境的伊德利普省成为外国介入的焦点 2018年 俄罗斯土耳其等国签订索契协议 在包括伊德利普在内的多个区域建立冲突降级区 两国部队可驻扎及巡逻 不过该协议并未改变叙利亚内战态势 而叙利亚政府军对土耳其驻军的攻击 更导致土耳其与支持阿萨德政权的俄罗斯之间的矛盾表面化 另外 叙利亚难民是土耳其面临的另一威胁 此次战事至今已导致70万平民逃亡 叙利亚内战9年制造了世界最大的难民群体 至少550万人流离失所 土耳其已经收容了至少300万叙利亚人 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